逆时在第58集的时候 分享了劳力士的假标 在外观上用肉眼来判断 实在是难分真假 今集我们即将用一只真的GMT来做对比 我们逐个细节位分析 看看究竟能否找到破责 欢迎再一次回到逆时Holoverse 首先要跟各位标迷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借到一只雪碧又是猪大的 所以今天只能够用自己的白事来做今次的对比 不过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今次的主要目的是对比质量和完成度 我相信各位标迷看完整条片的话 你应该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事不宜迟我们就可以看 第一点finishing quality 即是外观完成质量 第一个就是一个降大的打磨 你看到两只都是珠带 珠带就是 整个造工比较复杂 坦白说 肉眼看 或者你们现在用4K来看YouTube视频 其实都没可能看得出两只标 有什么分别 在标带当中 如果加上微距镜又怎样呢 答案其实看上去真的差不多 抛光的反光程度很高 而拉斯的 那个细致的文露 两只都十分之相似 所以在一点上 我不觉得 是看得出 有什么分别 第二 就是以前 都有一些努力士的专家 就说 这个crown上面的霸的 两只标 看上去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过 现在 下镜看 情况 都是很相似的 然后就 practical 去到第三点 就是 看标面的 标面拼义 合字 很多专家都说 勞力士的标普 的代表 只亦在字体上 很容易和口感 是非是 Chermon 可抵较的招牌 很多专家都说 在劳力士的标号 在劳力士的标牌 困难找到两只标在标面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来到第四点 陶瓷标圈上面的字体 和两个颜色交集的位置 在对比当中我们看到 在一字的字头 假标就是比较sharp一点 而真标就是比较圆一点 但是挑出来的凹凸的情况 真假努力士都是相似 而真标值得一提 因为它的数字上做了一个Platinum Coating 有一种闪闪发亮磨砂的感觉 假标方面 真的不知道它有没有做到Platinum Coating 不过在一个镜头看下去 其实这件事都很相似 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 努力士的双色圈 即是你看到白士那个 它在那个蓝色和红色的交接位上 它是做到蓝色有点像过了阶 就是这样的 对比起说碧这个位置 就好像比起真标 就做得更加sharp 更加的分明 那就是那句 不评论是哪件好 哪件不好 不过是真假对比当中 这个交接位上面 是有点分别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时针 分针 秒针 或者那个两地时间针 做出来 你究竟 究竟 结合会是怎样呢 之前呢 就看过有些博物 就说假标 那个结合就有点粗粗 即是QC做得不好 就有些针面上面有点粒粒粒的感觉 不过呢 这一只的雪碧 就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分别 好 那来到这个bloom 即是这个夜光 其实呢 你会看到呢 那个颜色呢 都很像 不过呢 右手面这一只真的标 你会觉得呢 看出来呢 是会蓝一点点 还有呢 那个夜光呢 好像是会比起假标强一点点的 不过呢 都是那句 其实没有对比的话呢 你就很难去看得出呢 两者的夜光有什么分别 那来到再下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就再看细一点 我们呢 就看一个的蓝宝石水晶面上面 六点位 在真的努力士当中呢 就有一个雷射的logo 那这个logo呢 就需要在一个特定的角度 和光线情况之下呢 才会看得到 那么早期的假标呢 就没有做到这个位置 那么你开始做的时候呢 也都十分之容易呢 被专家看到 因为呢 他做到 比较粗糙呢 好像一条线呢 就画了logo出来 那样 但是呢 你现在看一下 新的假雪碧呢 他这个的logo位置呢 其实做得很鲜明 其实呢 你把真的标 拍在一起呢 你就不难发觉呢 它这个细致程度呢 它是做得比真标呢 就更加细致 但是呢 假的努力士六点位 这个雷射logo呢 它是做得 大了少少的 接着下来呢 就是标扣上面的 两个logo 不论呢 不论呢 你是用手摸一下它 你用肉眼看呢 和呢 你用了放大镜来看呢 基本上呢 这两个logo呢 都十分之一致一样 那标扣里面的一个努力士 黑滑出来的logo 又怎样呢 呢 现在呢 在一个 镜头当中呢 都不容易是看得出有分别的 不过呢 下了镜头之后呢 你就会发觉 真的标 就是右手面一只 它那个黑出来的感觉呢 就比较粗糙和自然一点 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你也会见到呢 在这个深浅上面呢 有少少不均匀的感觉 接着看下去呢 就是一个的标圈 内部的字体 那两只标呢 如果放大的字体来说的话呢 真标看下去呢 那个字体是比较清晰一点 在那个位置上呢 我们见到真标呢 明显上呢 它那个logo 或者那些字呢 是对正回那个分钟的黑度的 而假标呢 就是它有少少偏側了 是有些好像对不齐对不齐的感觉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察觉到 真假上面呢 一个比较明显一点 下了镜头呢 你会看到的分别 那来到第二个大点呢 就是在重量上呢 究竟有没有分别 两只标呢 其实上手的感觉呢 是接近一致的 那现在呢 我都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都没试过 将两只标呢 真的放在电子榜上 那才声明呢 在那个格上面呢 就调到格数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是做得精准的话呢 两只标应该的重量是一样的 那两只标是有分别的 但是呢 分别只不过是0.7g 那基本上0.7g 那是没有可能是靠你自己的手 可以感觉到有任何的分别 那所以我都不是错得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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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呢呢 应该呢 两只标是一样的 那也是 涂瓷圈 那我在猜 那会不会就是 platinum 的图层上面呢 会不会是那些数字 为这两只标呢 带来一个0.6-0.7g的分别 那 那刚刚呢 就在这个的外观呢 和重量上做了对比 那 那接下来呢 就会在调校时间呢 和转动涂瓷圈啊 标扣那些位置呢 就看看能不能找出有什么破责 那 那上网呢 很多都说呢 假标呢 就是通常过了12点钟 几分钟呢 之后呢 它就先会跳个日期的 不过呢 在我手上的一只雪碧呢 它就有少少不一样了 你会见到呢 它那个的分钟呢 是 未去到12点 那 还有 两分钟左右呢 它的日期呢 就自己跳了先的 那呢 真标呢 那个准确程度呢 就会比起这只假标 准很多了 那另外一个 比较明显的分别呢 就是 就是 教一个的 时针 的时间呢 呢 它那个 准确性 和信心呢 就比起 真标呢 你有对比情况之下呢 就没有那么准确的 它是 你会见到它有点尴尬的 你转的时候 和它那个的 时针 动的情况 还有呢 在声音上面呢 都是没有那么清除的 因为呢 在个真标当中呢 如果你是要教 这个的时针的话呢 是你听到 一格格呢 跳一下跳一下的声音 那个感觉呢 你转下去呢 你是很有信心 和很实在的 你两只标 一起试 一起转的话呢 你应该是会感觉到 feel到 有不同的地方的 那那个陶瓷圈方面又怎样呢 那真标呢 你很肯定呢 下一格呢 是停在哪里的 你用的力呢 是很一致的 就是你很有信心呢 你会知道你用的力呢 下一格呢 会怎样停发的 的陶瓷圈 好了 那假标又怎样呢 假标的陶瓷圈呢 你转呢 第一 是有点滋滋的感觉 是没有那么清晰 还有呢 我发觉你转的时间呢 你用的力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这个转动陶瓷圈呢 是我认为呢 最容易分别到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的GMT 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标扣 那呢 真标的标扣呢 你是想它停在哪个位置呢 就停在哪个位置的了 那是没有种松胶胶的感觉的 但是这只假标呢 你会见到呢 它是有点点 脱皮啦 烂泥糊不想病的感觉 停不到在同一个位置 那这个呢 也是在外表上面呢 我会见到一个 比较明显一点的分别 以上呢 就是今集 真假努力士的对比 而我们的总结呢 就是 在外观上呢 我们仍然认为 很难找到破绽 暂时呢 我们找到最明显的分别呢 就是刚刚说过 是教时间 教日期 和陶瓷圈 那希望呢 你们现在可以暂停这个video 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的感觉 那我们呢 在未来即将呢 就会打开了两只手标 看看 基心当中呢 又会不会找到明显的破绽 那今天呢 的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一段video 希望大家会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提提你们 你们在看的是 逆时 all the wors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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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